喂 我不是老大 我是高楼 我入侵的时候 你改自来电显示 我就是那么强大 打不倒我爸 我就那么强大 我跟你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明天我来接你 你来打啤酒 不会是真听到了 直播间那句话吧 我其实刚刚我 我其实不用 不用什么 我 我刚刚直播的时候 我没听 给你发完微信之后 我就跟高楼他们 出来吃饭了 你说什么了 跟我有关 没没没 就是刚才在直播间 说了句脏话 我觉得太丢 我们团队的形象了 没关系 我已经让卡妈删掉了 都会赶紧地让卡妈 把食品删了 我记得你也是盛海人 这几年在西安的时间 比较多一点 春节要不要在一起回上海 对 老大 下雪了 下出雪了 哇 快乐和你分享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谜语 香也下雪了 不用了 下了 我在想你的念头 跟着呼吸的节奏 陷入一次的温柔 默契就是你的回忆 会让我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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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到达的距离 我会用着勇气 告白的心 奔向你 感谢 快乐和你 这样 我只是想个比较 我只是想来 接近 都是你 我的天 我只是想来 大天 我也无论 你在哪 我只是想而去 你的乓 是吗 我 只有你 我 只有你 你闯进我的世界 我 只有你 我 只有你 我 只有你 又到了一年一度 担心光头强掌洞窗的日子了 了吧 就随着边缺席 瞎了 今天穿得这么帅 真的是没有认出来 对不起啊 可能刚才是有一点点瞎 那一让我看一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扮 让我再看一下 有人要亲近了 小孩子 别乱说话 不好意思啊 他不懂事 你怎么 看你都瞎了 我还是面为亲男的送你回去吧 感冒好了 嗯 小时候听我奶奶说 只要把感冒传染给别人 自己的感冒就会好 看你现在这样 估计在某个角落里 某个可怜虫已经开始遭殃了 你别看我啊 我没有感冒 我只是刚才出来的时候 吹了点风 听说 你在员工大会上 跟董事长抢天梯了 消息这么快就传进那儿去了 没被当场迅哭鼻子 哭了啊 当然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 我知道公司里有很多我俩的 流言蜚语 也有很多事情 我没有办法 一时跟你说得很明白 但那些都不是真的 这么短短的几个月 我算是见识到了 这么个小小的格子 时间里谣言传起来 能有多礼貌 你今天要不舒服的话 就在这儿休息吧 那可不行 半天工资呢 好 谢谢啊 那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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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还想回去了 你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那我没联系 如果是小时 你现在看回去了 一会儿 我和你一会儿 那我这个东西 不是小时 …… 没一下 哪有人这样几位尽大 宠死了 之所以来喊林青青呢 是想拉着技术部的同事们 一起去行政部门评评理 既然大家都在这 索性就在这 把话说明白 没什么好说的 那向组长回来再说吧 有些人 还挺擅长惹麻烦的 清晴妹妹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吧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 向组长做错了吗 他也就帮我们说话而已 差旅费一直有问题 你们知道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我说你们技术部的男生 是真蠢还是真单纯啊 这长得漂亮的话就可以为所欲为 做什么事都能被原谅吗 我大伯说的话能有错啊 这老董真生气就是真生气了 现在召开紧急会议 就是在讨论这事呢 如果因为他一人 影响了我们一年的年终奖 你们谁负责 别连累我们整个公司 谁让我负责 你负责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向元是技术部的人 出了事我们整个技术部一起负责 如果这件事情 谁觉得我做错了 大家可以站出来 告诉我就好啊 你就是做得不对 怎么了 还怕我不说吗 提高差旅费的标准 对你没好处吗 就怕你搞不定差旅费 偷积不成十把米 影响了我们大家的年终奖 就是 咱们走 走 烦死了 都散了吧 去工作 走